想要賺大錢 盤中先賺錢 而且養好了盤中酒飾跟三架線的好習慣的話 那麼就算在轉折點要出現的當下呢 你都可以非常快速的應變 甚至改變成為一個賺錢性質的一個情況 甚至改變成為一個賺錢性質的情況 我們說過盤中就是要賺 當這個行情突然之間由高點往下摔的時候呢 馬上你要出掉手中的多單 然後呢進行所謂選定個股弱勢股操作 往下放空的動作 我想各位這是我們在盤中酒飾裡面 不斷的跟各位講說你養好了盤中能夠抓那種價差的習慣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才不會覺得說這樣好了我們舉一張股票 你才不會覺得說這股票本來基本面很好呢 為什麼我們會被套牢了 因為你這時候做多了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叫做盤中當充的一個道理 但是如果你盤中可以當充的話 至少你可以出到一個相當不錯的點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今天來敬則要跟各位講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呢在之前任何節目 在我過去的三年裡面 你大概都不會看到這個轉折點 甚至呢有跟各位講說這個行情裡面 必須要開始斟酌了必須要開始注意了 甚至可能是一個所謂至少是一個短線上面 甚至中線上面回檔的訊號 那麼如果是長線的話 我們後面再來做印證 但是我很少可以這麼跟各位講 你在我節目當中沒有看過我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這地方 可能是你必須要收手時刻的一個情況 我想我以前都是講多 在今天啊各位啊 在今天5月9號以前 都是跟各位講多這一點 基本上你應該是知道的 所以我不是從頭到尾 有些人從所謂的8000點放空 8000點空到現在還在空 從蔡英文當選到現在還在空 那個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邊去了 我講難聽點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怎麼不責而言 但是盤中沒關係 但是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今天不是因為我看到 1萬點這個數字在放空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我心中沒有任何數字了 而是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這是第一個高點 這是第二個高點 這是第三個高點 在這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連續三次 攻所謂的1萬點這個數字 沒有攻過去 而且越到後面的時候 越補越大洞 各位看到沒有 越補越大洞的情況之下 3205各位看到沒有 越補越大洞的情況之下 我現在反而要跟各位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這些股票假如越補越大洞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是要去天花板 要1萬點去修復我們台股的天花板 但是每次在修的時候就漏水 看到沒有 水是越漏越大 水是越漏越多的情況之下 那我現在就要跟各位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水是越漏越大 水是越漏越多的情況之下 那我問你這個天花板補得好嗎 那我問你一件事 最起碼你要回來等這個水漏完 重新再修吧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最起碼你要等回來之後 再來看看有沒有機會能夠挑戰 所以短線回檔是沒有是確定的嘛 第二個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個高點 第二個高點第三個高點 可以說越到後面 那個破洞 該破洞的股票是越破越大康 那怎麼辦呢 這些不是小股票耶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這些都是真正產業面上面的道理 但是我說過 據我的臉書網站 可能講得比較清楚 特斯拉好 請問各位誰是誰最慘 特斯拉好的話 當然技術比較差的汽車公司 通用都動不了 福特都擋不住 連豐田營收也不好 請問一下育龍會好嗎 那育龍上上下下很多股票 同樣的各位看到沒有 蘋果跟三星好了 那誰不好 這答案幾乎就出來了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行情裡面有很多正式的道理 你一定會跟上我們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來吧 今天我們還是告訴你一件事 你只要盤中掌握三架線 因為這是轉牆嘛 那麼今天早上的時候大家一看 哎呀不得了台積電轉牆了 可是很多個股轉弱啊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這些 所謂指標股先設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情況不太對勁 況且大盤也沒有過轉強點 我直接告訴各位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轉強線 這是轉弱線 今天我們利用轉弱的方式來操作 因為大盤很明顯是由高往下的 尤其是在這個10點鐘的時候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今天我直接說了 非凡電視台所有主播會感謝我 因為一早開盤的時候所有人都說 這個行情非常好 我是10點鐘在商業台連線的 我第一個跟我家 跟商業台的主播講說 注意喔 萬點攻三次站不穩 這個就是有個比較大的回檔 先不做行情結束的假設 手中資金不為大了 要把這個所謂的資金 要把資金大幅來做一個提高 股票來做一個降低 所以答案應該很清楚啦 親愛的投資朋友 早上10點 金星科賣在盤上 親愛的投資朋友 133塊錢的金星科 哪怕今天賣都還有30塊以上的價差 各位看得出來 然後反手就開始動手了 利用三價線 開盤在關鍵價值上 而且一次就轉落 哪曉得一K下去馬上昏倒 啪的直接點幾乎10% 這是不是當充最好的賺錢方法 出掉多單喔 你不要說老師真的還假的 你上我的臉書的網站 我有即時性的報導就直接在上面了 我的LINE也是直接跟你講 現在趕快走 現在趕快走 你各位看一下 這個Call訊不會是假的 因為現在所有網路上都可以直接印證 然後輕輕鬆的再找一檔嘛 這檔太簡單了吧 啪的他又跌停板 我也不是第一次做這個舉動了 我這麼跟各位講 當大盤轉落的時候 我會去做空對不對 當大盤轉落的時候 我會去做空 我想這個部分 你應該是清楚的 但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 今天很明顯的 我們今天一早開盤的時候 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金星科了 該供而不供 第二個其實我有設定一些 所謂的真正的指標 你各位來看一下好了 那麼2448的經電 我們來觀察一下 那麼經電其實 各位你看一下 這次都外資都是大買 投信是不是也大買 結果有沒有開高 外資投信買盤買不動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這個行情大大的有問題 怎麼可能全市場上 只有買一支股票叫做紅海 怎麼可能全市場上 只有買一支股票叫台積電 那其他的股票都不用管了是不是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 這個行情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的 這種叫做天花板原理 當這個一定要上萬點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好 是鸡犬升天 所以過去我們在很年輕的時候上萬點 如果不曉得怎麼說了 90年的時候上萬點 各位看到沒有 90年的時候上萬點 第一次第二次這種 全世界都在開香檳 全場都在開香檳開蛋糕 但是這次1014點的時候就沒有開香檳 因為當時只有2881的富邦金控上來 這次也沒有 這次只有台積電大力光上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跟前面這幾次 全部的股票一起上來 大家看香檳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這個行情裡面 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的萬點 我雖然不是那種 我覺得講那種就太簡單了 什麼一萬點就一定是放空 這樣子解釋實在是太 我講太沒水準 但是我現在講一句話 請各位留意一下下 這次的萬點在月線上面 連續撐了三個月 應該是說9800點以上 連續撐了三個月 那麼這三個月都沒有拉出長紅棒來說的話 代表前面這個萬點 似乎大家真的有所謂想像中的賣壓要出現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來吧 從最小的地方進去的 金星科 恭喜大家 其實我告訴你 行情轉折是最好 沒有行情轉折的話 就沒有現金可以換回來了 對吧 行情轉折現金就可以換回來了 對吧 換回來之後幹嘛呢 馬上放手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呈現在你眼前 而且網路是最真實的 我希望這一集作為最重要的歷史紀錄 今天是5月9號 我們希望所有朋友 那麼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會給各位最快速的反應 掌握住盤中九世 當沖密集 三架線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 對各位的幫助 還包含了所謂一千萬 當沖致富任 希望各位想盡辦法 想要賺大錢盤中先賺錢 早明天見 好 好 好